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虽然还没有找到海洋博士的消息 但根据坐标显示 我们应该离重巢不远了 爸爸一直在追踪重巢的位置 姐姐 只要我们找到重巢 就一定能够找到爸爸的 嗯 我们努力一定可以与爸爸团聚的 谢谢你 海城 对了 海帽 地球特勤队那边有没有关于海洋博士的新线索 暂时没有 但我已经汇报了你们这次行动 队长说了 会马上派出支援 协助你们尽快找到重巢的位置 还有 爸爸 有特勤队来帮忙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分头找 效率更高 嗯 那就拜托大家了 嗯 姐姐 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奇怪 我们已经接近重巢了 为什么重巢这边反而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嘿嘿 肯定是他们知道我长臂大人的厉害 现在躲在超学里瑟瑟发抖了 也许是怕你吹牛吹得厉害 口水都淹死他们了 哈哈哈哈 大家静一静 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神奇手 你是不是察觉到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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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用紧张 根本没什么状况 我只是想缓解一下大家紧张的气氛 啊 你差点把我吓死了 你不要那么幼稚好吗 啊 大家散开 来 长臂 看来他们并不是怕你哟 这些虫子一个比一个恶心 让你看看他们是真的怕我 裂风暴长臂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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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普利士 巨能霹雳炮 超能神机手 叶峰暴长臂 等一下 千万别轮动 大家先帮叶峰暴长臂解围 你没事吧 他怎么可能伤得了我 不过这重兽太阴险了 大家小心 巨龙炮 大家不要扣紧他 糟了 糟了 不行啊 我们的攻击没有起到作用啊 我们又不能接近他 实施近身攻击 可是他也没有对我们发起猛烈的攻击 我也觉得奇怪 海城 有这只虫兽的资料信息吗 好的 正在分析中 蚕虫 又名丝虫 是蚕鹅的幼虫 蚕虫 可以从口中吐出丝线造茧 并可以通过造茧 完成进化过程 这玩意儿 还会进化 就现在这样子 我们已经老鼠拉乌龟 无从下手了 我们不能泄气 一定有办法解决他的 我们边打边找出他的弱点 难道这就是他的进化形态 他的进化到底是怎么出发的呢 敌人太巨大了 我们合体吧 好 敌人太巨大了 敌人太巨大了 敌人太�ğimiz setEu 敌人太巨大了 烈架 这个 react 我以此 公开 断人太巨大了 ur klein 超越斗神 使用环绕射击 好的 继续攻击 他们承受不住了 怎么回事 他居然在吸收我们的炮火 什么 超越斗神说的没错 他在利用能量罩 吸收你们攻击中的能量 太可怕了 现在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他的防御技能太强大了 如果不解决防护罩 根本无法打败他 而且 从战斗开始 他就一直保持一定距离 赋予我们精神作战 原来是吸收 远程攻击的能量 既然知道能量罩 是突破口 那我们全力攻击吧 中战武神 冷静下来 我很冷静 刚才攻击的瞬间 我看到了防护罩上的暗点 就在五点钟的方向 或许 那就是他的弱点所在 只要能靠近 一拳 一拳就能解决他 解体吧 你说什么 只有解体变形 才有可能靠机动力的优势接近他 我明白了 让我掩护你 机会来了 重战武神 喂 大熊子 你知道天旅者航会的飞行大赛 为什么不再举办了吗 那是因为 长臂大人我 老师的冠军 他们觉得没劲 又来这招 看招吧 大肥虫 来吧 猎猴猴长臂 机会来了 重战武神 给我爆开 能量都要碎了 成功了吗 重战武神 终于 有人听到吗 聚能拼力炮 你在哪儿 超能神机手 你没事吧 打开探照灯 我来找你 是我 刚才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一下子就失去了知觉 终战武神攻击的一瞬间 那个怪物的能量照炸裂了 那个威力真是难以想象 糟了 它们离那个怪物那么近 强西普利士 你也不报仓臂 听到吗 回答我 疼死了 我在这儿呢 这边 你没事就好 强西普利士呢 我 我也不知道 刚才那一下太猛了 我直接被炸飞了 等等 强西普利士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损伤程度怎么样 你们有没有看见海城啊 我没有受什么伤 只是吃了点沙 幸好有我猎风暴长臂大人在 轻松打败了毛毛虫 大家才免受重杀 我们还是迟了一步 夜光惨被贬性联盟解决了 所以这些虫子还是信不过 到最后还是得自己出手 你们都不要轻举妄动 夜光惨没有那么容易被击败 但要是有什么闪失 让他们先捉到虫王 而我们捉不到 扑其威就难以交差了 这里到底谁是长官 我需要你来教我怎么做吗 那是什么 狙击防御 怎么可能 刚才他明明 他这算是复活吗 幸好海城没事 海城说过 他的原形是条残 难道说 他并不是被我们击败而复活 只是 只是在蜕变 也许吧 我们攻击的能量 对他来说只是实物 这样的怪物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他又有能量罩了 那我们再次把他击破 这家伙竟然连物理攻击的能量都会吸收了 这就麻烦了 我们连近身攻击都是给他提供能量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就算打倒他 他还是会复活 而且变得更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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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现在打又不能打 躲都没法躲 难道我们只能任由他折磨 冷静点 裂风暴长臂 一定有办法对付他的 大家听着 我观察到一个状况 海诚 你快说 你们每次攻击他的时候 他都会吸收能量 然而 当他每次吸收能量时 都会进入静止状态 而且 他刚进入蜕变阶段前 也静止了 还释放了能量 海诚 可以说明白一点吗 这说明 他蜕变所需要吸收的能量 是有限的 他需要时间消化 如果过量了 还需要释放一部分 我明白了 海诚 你太聪明了 我们合体超变战神吧 我们身体的能量 已经所剩无几了 这时的合体 我们连维持一段时间 都成问题 这一次 我们的能量 将会是我们的武器 我们个体分别发出的能量值 在它蜕变所需能量的限度内 它有充分的消化时间 但如果我们合体后 将会短时间内 向它输送大量能量 你想用我们的能量 让它过载 承报它 这个计划听起来靠谱 虽然我还是不太明白 但就按你的意思去做吧 机会来了 变形联盟 超变合体 变形联盟 超变战神 来吧 尽情享受你的能量大餐 是时候给你 你必加点料了 成功了 我们解决了它 变形联盟 变形联盟 她在门出于 数字 ieten 就差一点 你们尽快把夜光大人击毁重巢 想逃跑 休想 你们已经是强弩之末 还想逞强 给我打败他们 这 怎么办呢 重兽太多 我们很难应付 哼 再多 也只是一窝虫子 我们只能 大家没事吧 你们最可靠的战友来了 特型队全员 全火力进攻 消灭那些臭虫 叙掌官 特型队及时赶到 太好了 竟然有救兵 不管他们有多少人 统统给我消灭掉 看现在的状况 要是我是长官 就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了 见面者 你在说什么话呢 哈哈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吃饭什么 吃饭什么 吃饭目前